透过皮影系的教学 也希望能够培养孩子全方位的能力 为实践一校一特赦 南安国小以教育的方式将迷陀皮影系技能保存 并透过皮影系教学课程 培养小学生全方位的能力 迷陀它以往是台湾皮影系的发展重镇 目前我们是透过教育的方式 来让家乡的传统文化技能够延续 皮影系它培养一个孩子全方面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一直要推动皮影系的另外一个原因 孩子他要学习写皮影系的剧本 这时候其实就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再来是说皮影系它有所谓的配乐 还有后场音乐的锣鼓乐 这其实也是在培养学生对音乐欣赏的好感度 再来就是他要学习雕刻皮偶或纸偶 那其实也在训练他的艺术创作能力 然后皮影系在演出的时候会有一些对白台词要练习 那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他相对的也在培养孩子的发表的口说能力 我们为了要传承家乡的传统文化艺术 也为了要培养孩子全方面的能力 所以南国小一直在努力推展皮影系这项传统文化记忆 因此培养孩子们团队分工的能力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开杰 高雄采访报道